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 又多为大家指点为真 尝试赚这么多钱 今天就有个爆声告与推荐给大家 就是昆水国际 七七八八 有兴趣有资金就快点pm我 我会华里茨最后买入 大家有钱齐齐赚 多谢车老师的提示啊 上次女朋友都摘得很眼光 今次要分身啦 买完screen cap记录给我 方便我到时华里茨最美的呼吸价 上次那些猛兵 买了整个世界的股票 我都赚到点钱 你都当我实败 信到我十足十万 你那边眼神怎样啊 帮着你啦 帮着你啦 骗着他啦 明明 我刚跟叔叔吃完lunch 他跟我说 迟些昆水国际会爆升 我打算按了一层楼根 信不信不过价 属猪猪 我叔叔是上市公司高层 我平时都根据他的内幕消息买 今次赚硬了 我一定会分身的 明明啊 不如你都放了手台上的股票买啦 赚完一齐 瘋了 慶祝 那我们终于可以见面咯 太好了 那我买多少好啊 有多少买多少 买完你记得screen cap收取给我啊 要不然我不记得 何时让你放的 知道是大顶 搞定 又多个傻仔落答啦 好 真 我已经找人开了二百个人头户口 总常的星期就掃了昆水国际的街货 今次的开市就已经在这买买买买买了 我们来看看 今次备好了 我们继续找多些水域来摘好那些货 无规矩啊 各自找到多少盒 就按给你抽花多少用 就这样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昆水国际股价大幅波动 这几天的社交平台不断推介这二三线股 但这只股的成交量和流通量都很低 又没有实质利好消息支持 加上近日有股评人投诉 他们被人无认去推介这只股票 照样看背后可能有人操纵这只股的股价 再利用社交媒体验人买入值资产货 和上头谈一下联络CCB 看可不可以做一个join operation 收到 我们是证监会 我们是商业罪案调查科 这张是法庭所签法的搜查令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事和调查有关 对于两名被告村谋造成昆水国际股份交投活跃的虚假或居 誤導性表象 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95及第303条 及刑事罪刑条例第159A条 本席裁定以人罪名成立 云监五年 我刚才说过给大家提示 记住了以下就是我要给的提示 提示一 在网络世界里面 骗徒是很容易假扮其他人 例如在社交平台上 自称为投资专家 或者是假扮知名股评人或者分析员 去博取投资者的信任 因此大家要隔外留神 提示二 世界上没有必赢的股票 投资要自行分析和求证 不要轻易相信社交平台上的所谓必赚提示 或者内幕消息 提示三 这些变图往往利用投资者贪念 或者害怕错失机会的心态 承虚而入 所以进行投资前 必须自行分析 或者向持牌投资顾问 寻求独立意见 以及多留意有关骗案新闻 以及监管机构提供最新骗案警示 例如证监会的网页和Facebook 又或者是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的网页 如果想举报市场的违规行为 可致电二二三一一二二二二 向证监会举报 最后给大家一个红号 就是一八二二二二 如果怀疑被骗 就打防便宜而善 一八二二二 紧记以上贴士 就可以做一个英明的投资者 投资骗局要认清 否则好意一铺清 好了 今天是2月18日 是初七人日 昨天是否跟大家说过 有些不见经转的板块 跨了上来到这些位置 其他见经转板块 跨了来到这些位置 所以今天见到这样的跌势 应该大家都有些心里 尤其是有准备 其实这个例子 这个是之前的应该是2月3日 还是2月8日 立春那一天都见过这样的事情 立春之前那一天 有些无厘头的说过 无厘头的声音上来 那些有头有面的人下来这里 其实我们看这个板块 就是用一个这样监查的东西 因为它始终到这么一刻 它要出货 好了 恒生指数 就是今天 在这里 你看到它 下来保力加通道的是 上轴的下面 上通道下面 上通道下面是多少呢 就是30694 是不是 现在这个呢 30625 这是周线图的 日线图上面呢 上面这个呢 就是30888 这里就是30625 起这点也是这样 所以 如果它真的今天要跌下来 以后真的要跌几日的话 就好像以前那样 可能这样跌 也会再试回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这个当然就是说 如果仍然要这样试的话 是会这样做 投资者有货的 没有货的 都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下来都可以通道 中族就是什么 295 我觉得如果真的跌穿了 这个286 就不太好 所以这个要留意 1620 我们说320 335 这些地方 这个呢 是今天推介的股票 中国电讯 先走 很多人说 就是电讯股 很久很久都不升了 就变成了 就是这样弹了上来 这样 之后这几日 又看到中二动升 对不起 这个不是我推介的 是有朋友问的 中国电讯 我推介的那张是联通 中国电讯 它弹了上来 在这点里来说 我们要看到 如果周线图上面 它去到这个中族上面 已经破了中族 这个礼拜 使用率是7 息率是有5里7 去到这个中二电讯 如果日线图 你看到它 是保力加通道的上轴 这个位置 再其次上去这里 放大一点 也是上轴 因此 看它的目标 它可能是上去 2.45 以至去2.5 我建议 就会在2.3里去吸纳 2.3是哪里 大事上 这个保力加通道的中族位 很多人认为 就是这个电讯股 就是这个落后 其实落后是对的 因为根本都未到你走 要5G 5G要何时 5G要等到今年 或明年之后 才可以广泛地用 你根本未到5G 你所有的机 都未到5G 你怎样可以 找到这么大的流通量 就是流量 要应用的网站 所以在这点里面来说 它们是会等 今年或明年 才可以有发挥的力量 不过我估计 应该在今年 大约年中 大约就开始见到 多些东西 既然年中多些东西 大约是三四月左右 那些人就要布局了 安徽海洛水泥 这几天都有资金流入 在这个周线图上面 它已经见到试了底部 试了连续试了三次 然后就可以 今次应该有机会 去反弹上去 试试中族 它是五倍市盈率 五里肚息 有得守的 在这点里面 在日线图上面 它已经破了中族 中族之后再上望 就应该在上族 上族的位置 大约是四十九元左右 四十九元左右 如果去不去到这里 大家就去看看 不过在这点里面来说 暂时它是延水平整固的 你可以要观望 如果真的要吸纳的话 等好的置试位 有朋友问西黄突降 西黄突降的这几天 都是有资金流入 今天稍微有资金流出少少 我们看它 看到它现在是一个拉猪嘴 拉完猪嘴之后 它就开始上去 上不上到呢 不知道 在这里 看看 整个息率是有三十六% 有这么多 因为一定有些是特殊因素 你不要想着今年又有这么多 现在它又会去 彈了上去 它现在是彈了 彈了上去 这个保隆一通道会中族 在这里握紧就命 跌了下来 跌了下来之后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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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不跌的话 你就会反弹 很快就一起回答中族 但是上族在这里 跟着之后 它可能会再上去 再等等 不过我一定要留意 西方特国一直是长期低位 整固的 因此 它这次是真弹还是假弹 不知道 只要是 你没有信心就观望 你有信心博一点 都是去到低点位才吸纳 就给三个先博去上面 看看忙多一点 有朋友问这 叫豪光电机 这只 大家看看图就知道 这只股票 是上了羡慕多久之后 就开始就好像片头 那样 真正的网上 有人推介这个股票 推介 还有所谓的那些 骗子集团 推介这个股票 当然 豪光电机的管理层 和骗子集团有没有关系 不知道 不清楚 不过 骗子集团 起码真正的推广过这只 推广到之后 来到推介的这只 然后有一天 就跌下来 当然 就会很惨 有朋友问 可不可以上去四元 我告诉大家 困难 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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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经过这次一次之后 很多投资者 对这只股票 基本上 可以说是实在信心 你不能三五七年 换过另一批人 忘记了 这只股票的 惨痛教训的话 他都不会再去买这只股票 因为始终在这上面 应该还有很多的鞋货 这只 所以说的就是片头 在这个节目之前的片头 证监制说的 不是假的 是真的 真真正正 当时时之中 去年年底 是有人推介的 在网上推介 很厉害 不用看了 这些这样 你说 他拉个猪嘴 会不会拉过来 会有 是会拉过来 可能会有 不过你一定要看 他现在四毛钱 上面资金多少 是四元五元 要升十倍 要不容易 你先找另一只 好了 接着有朋友问 中国 中信国际电讯 大家都搞电讯股 这只股票 始终在这些股票 都是一字平坚 打横行的 开始收窄 它会有少少 是跟随其他电讯股 来上移上去 但是 在这点里 要看 都是暂时的阻力 是比较多的 所以 如果你有兴趣的 可以现在吸纳 如果不是的话 都是观望比较好 这是日线图方面的 好了 今天我会推介的 就是中国联通 其实 以前 前两天都说过 有中移动 中移动 和联通 和中电讯 今天表现 在跌市中表现得比较好 有些人 就会认为 因为它落后 所以我们炒它 但是 我刚才都说过 不是 真真正正的 是5G的通讯 在今年的下半年 或者明年 才多 因此它们在这方面的收入 将会比较明显著 不过当然 也有问题 到它将做到的话 阿爺会否要求他们 又要去 減费提速 这个是 一定是 当时很多人都说 他们会要给的东西 就是1毛钱 1毛钱 1毛钱 大致上 1毛钱 10元 这是国家政策 所希望达得到的 但是 会不会 去到这样呢 或者会不会到时 也会有很多人 是因为 这么便宜的话 将会去看很多东西 例如看电影 打机等等 online的东西 其实有一件事 一定会是online 就是当你如果是无人驾驶的车的话 你不用5G是不行的 那时候的情况之中 你卖了多少部车 你就要有多少个5G机 这个不是手机 这个可以很大够的 在这点里面 就可以应用到 当然也在工厂里面可以应用 车和工厂应用有个不同呢 你打电话 说这个是30分钟 你的口很累 要喝水 看电影 看完两个小时 你眼眸 需要休息一下 不是去厕所 如果作为一个汽车的话 长途驾驶 或者一个机器的话 一日小时运作 那个运用 就再不是一时一刻 而是一日24小时 一个星期七日 一年365天 都可能会溶足 流量会有多大呢 不说得少 还有一个 很多的监察系统 又是不说得少的 你不要说什么 就像我耕田 我现在都会拥有东西去监察系统 是吧 你以为真的还要这么多东西 这么辛苦 就是天天去搞的吗 淋水已经自动化了 所以在这点里面来说 在这个提示日后 广泛应用的话 那个所谓的电讯站 就将会好像我们的 是衣食住行的一部分 你可以不吃白饭 因为要减肥 真的不能够不去给 一个是交电讯商的钱 你现在看看 你现在看一看 整家人一个月内 交给电讯商的费用的钱 是不是多于你笛米的钱 肯定是 所以在这点里面来说 他们迟些 那个可以的收益 是很持久地 永恒地会有的 现在随着人类的生活 越来越用了5G 以及依赖了自动化的话 他们的东西 应用越来越多 你以前开车 你打个电话5G的话 警察看到就会告诉你 罚你拉你 如果你一直做自动驾驶的话 那个车根本就是5G 一直在用中 那你又会做什么呢 你没什么好做 因为自动驾驶 那你便起车 上班的期间里面 你在车里面 用5G来看电影 即是以前 你开车的时候 不准你用5G机 现在自动驾驶 你可以用5G机 车又在用5G 即使你这程车里面 用2个5G 那你说 你将会怎样呢 费用将会怎样呢 收入将会怎样呢 所以 在为什么会在这些通讯站里面 是有的 我以为是想的 好了 看看图 周善 又是试过了 看到了 这里低位 这里低位 现在开始上来上面上面 当然 上来上面多些幻想力 当然 如果上到这里的话 将会突破了 突破之后 再跟着上去多些 能够有多少上 可以有无限想像空间 不过 早期我现在看看一件事 它试着保力加通道 是日线图上面的上组 它有一个不太好 息率没有人家那么高 没有中移动 那些那么高 不过始终 它的好处就是 它会在这个未来的东澳 的东澳里面 它们会和那里有合作 因此也有些憧憬 给大家努力 这个就是日线图 是两个月的 这些以前推介的股票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看看情况如何 跟着这里就是以前 答过观众的问题 没有留在这里十天 第十一天那些 就会是out了 如果大家需要参考一下 可以用这个来参考一下 来看 今天就这么多了 还有今天是人日 祝大家 祝大家生日快乐